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腿又疼了 没有 只是 你放心 你这腿肯定会好的 一定会的 把药喝了吧 好 好 好苦啊 原 我不想喝茶 我想吃你 你给我做的甜汤 我什么时候做过甜汤了 只要是你做的 我吃起来 都是甜死的 有嘴花舌 我看你这腿 我最近是好得不少啊 那我心思都我开心了 福晋 我这嘴里 着实寡淡的情 你去帮我做些吃的吧 我的好福晋 是 那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呀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成 好 那你呱呱呱在这儿等着 别乱动 我 福晋 不知道 殷祥知道实情之后 是否还能轻松面对 保持这般好心情 我该不该告诉他呢 改变不了的事实 知道只会徒增烦恼 不行 嘴里寡的 甜汤 不如青粥小菜 还说让他吧 还是问他吧 一翔 一翔 怎么回事 我没事 这腿还没好 怎么就自己下床了 我这条腿一点知觉都没有 小薇 到底怎么了 没事 我先扶你上床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来人 帮忙 一 二 三 爷 十三爷 爷 您摔上哪儿吧 要不要请太医来看看 我没事 太医说了 这腿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日子 马上就能好 我就是一时间还没适应过来 过段时间就好了 对 过段时间就好了 你别担心 你看我哪点像是在担心啊 你刚才要给我做的甜汤呢 我正想过来跟你说 先种小菜可能会更好一点 先种小菜好啊 开胃 那我们先去准备 嗯 你想吃就好 只有你这身体养好了 病才会好得快 你觉不觉得今儿个爷和福晋说起话来 谁要是夫妻 听着怪生分的 十三爷怕问多了 福晋心里不好过 福晋则怕爷知道腿伤不容易好 也难过 所以你为我想我为你想 自然就都不敢说真话了 之间就像隔了一层 故纪来故纪去的 自然是无法交心 哦 这就是所谓的关心则乱 你懂什么 我又没说错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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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十三爷的伤岁不易好 可我相信只要好生休养一段时间 一定会痊愈的 你不必这么自责 答应我 吃点东西吧 可只有我知道 殷祥这次的伤不仅难以缺义 而且将来会成为伴随他人生的严重病根 你不知道 殷祥的伤 这次是毫不起来了 福建 你别劝我了 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听 你就由着我去吧 四哥每天要处理朝中事务 还要来看望印象 真是辛苦四哥了 不必客气 若可以 我宁愿带他收这份工 我看十三弟的腿伤已有好转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听闻徐州有一位名医 擅长医治腿疾 我已经拙人去请了 相信十三弟的腿伤 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也希望如此 小薇 你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 那个小薇了 以前的你 天不怕地不怕 为了讨回公道 敢挑战黄泉 十三笑你人傻是多 很特别 你身上那股浑然天成的乐观 和遇事以往之前的勇气 不止吸引着十三 同样也吸引着我 十三弟最让我羡慕的 就是有你长万左右 同样 他身边有你 也是让我最为放心的 因为我相信 只要你在 就算遇到天大的困难 你都会陪他笑着 一起度过 可如今的你 容颜憔悴 小薇 失去光彩的你 不但帮不了十三 反而会让他更低落的 可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面对 我明知道他腿会受伤 可是我却改变不了 我也帮不了他 既然改变不了 那就勇敢地面对 这本来就是你的心性啊小薇 做回原来的你 我坚信 十三弟 早晚有一天会再站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没错 就算最后历史还是无法改变 但是异祥有我 哪怕能让异祥的痛苦 减轻一分也好也好 我都会去做的 就算无法改变结果 但我可以改变过程 要为异祥站坐起来 可能这便是我来清朝的使命吧 四哥 你跟我说的话 我都记住了 谢谢 明慧 你竟敢拿本宫当作枪使 吃那雄心抱子胆了 叔 这次赛马的事 是不是你故意要把事情闹大的 明慧不敢 更何等何能利用娘娘呢 当初 不是娘娘一心想着 要使点法子 让于宁吃苦头的吗 如今心愿得逞了 娘娘应该开心才是 怎么反倒寻起我的不适来了 我那是被你蛊惑挑拨 想要教训小薇试不浅 可我万万没想到 那马竟然癫狂伤人 会让十三爷在腿上的那么重 做都做了 娘娘 一句没想过 就想把自己做过的事情 贴得一干二净吧 是 当时 我是为了顺着你 说过几句 如何让小薇出丑的话 但那也证明不了什么 别忘了 最后给赛马场的马 做手脚的人 可是娘娘娘啊 你血口喷人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没有想过要害人 都是你说 只要给赛马 闻一下药草就可以 我才会 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才没有你如此 狠毒不堪的心思 都是你在背后挑适 利用我去害人 娘娘 做了就是做了 何必这样姿态难堪呢 做出所谓恶毒手段的人 可是娘娘您自己 现在又顶着这副 道貌岸然的样子 来指责谁呢 我没有 我没有想过要害人 必须跟他们解释清楚 太医上次诊卖之后换了药方 似乎是新增了几位药 也不知道这次药效如何 七强 你向来知道些药理 你帮我看看 月宁 我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事到如今 你还想说什么 我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但我只想你知道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十三爷 我真的没有 我也是被人利用 得知十三爷伤势严重 我才明白自己犯下大错 可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发誓 我当时只是想让你出个丑 顶多从马上摔下来 可没想到 那马竟然癫狂伤人 我真是办 居然相信 那只是个玩笑而已 你说得对 不过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不管你是被人利用也好 还是无意害人也罢 我都不在乎 因为事情不会因此而改变 立祥的腿 也不会因此而好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现在这么跟我道歉 想要我做何反应 你想因为你所谓的玩笑 现在卧病在床 我看着他那么痛苦 我根本无法原谅 这一切的元凶 你如果真的想要道歉 不妨今后他两双眼 明辨是非 这样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不会再轻易被人利用 小薇 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这么神秘 反正是神秘的东西嘛 我跟你说啊 我让你睁眼 你再睁眼 听到没有 好好好 什么 什么呀 帅 三 什么 二 一 这样 这 这是小薇你做的 当然了 这是我从设计图开始亲手做的 当然 七将也帮了我不少忙 我跟你说 这个轮椅 和一般的轮椅不一样 你看 它可以拉这个扳手 这个轮椅就会稳稳当当的停下来 特别方便 好 这么厉害的东西 我真的是头一次见 来 快上来试试 来 咱附近这手艺 简直不得了 难怪附近这么着急 要做好轮椅 嗯 试试啊 嗯 停 小薇你做的这个轮椅 真的比宫里的人做得还要好 心灵手巧 你在屋子里困这么多天了 我推你出去走走 现在 对啊 走 走走 走走 你小心点 快点 走走走